《长津湖》这一部电影 《长津湖》这一部电影 实际上是我们期望已久的一部片子 《抗武援插战争》的第二战役 由于战事的扩大 于是出现了一个东线战争 实际上就是《长津湖》那个方式 留下四十里以下的极寒天气 跟美军的王牌部队一场舒服战斗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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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少点三个 多点十个 这一次的难度已经超出我的经验范畴 动不动就是几百人上千人 天天是这么多 有的时候六七千个人在现场中 成本很高 规模 很庞大的工程 每场和一个电影戏 因为这个戏是我们用了很多人的心血 与九个人都非常成熟的 往前扑 稍微不贵一点 一二三 你家里不转过去 然后再转过去 我觉得最难搞的应该是打风雪里面开战 除了要靠我们自然风 自然雪之外 其实我们大部分都要制造我们自己的风雪 动枪一响 拆手 大家拿着枪 向四周借过 这次的火力之猛 这飞机 坦克车 军舰 平等的不加价 这将是一步以成悲似的经典之间 把我们对战争 对我们的历史 尽力讲得真实角度 像毛泽东主席说的 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 军舰指挥 往往之间 《长江湖》这段历史 能够把它搬上的荧幕 是我们这一代电影人的一个荣幸 对不对 不仅要拍着今天的年轻人 还想留给50年后的年轻人 将在抗美元朝战争中 英勇牺牲的先辈们 举行 词曲字幕字幕提供